博士是給他的看法 洪博士經常在《信報》發表他的意見 如果你們沒有看到就請留意《信報》 除了《信報》之外就有誰知道 我明白 多謝陳雄彤 多謝馬士堅 多謝大家 今天在這個歡迎旅婦的情況下 任何人大家討論一下這個問題 剛才陳雄彤有介紹 那時候有很多行頭 讓大家知道 但我覺得有一個很適 什麼事? 這個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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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就 invented 不可能會有歧視 我覺得有一個行動會更加適合的就是馬牧師 知道嗎? 我有時也去教會做議政 坦白說,我們沒有資格做牧師 剛才大家聽到,我挺喜歡看電視台 NOW那些真正節目,我很喜歡看 剛才又看了一場 我預期這個題目,203年馬三所見到的香港的商業情況 或者商界情況,商業社會發展 我以為,或者我期望,會是一個比較具體的 整個經濟、商業、金融各方面發展的藍圖 不僅僅是藍圖將來會怎樣 而且會說,現在距離的藍圖有多遠 現在要去到藍圖那裡,有些什麼問題 應該怎樣處理,怎樣解決 大家應該怎樣做 我是期望這些方面 因為大家都知道,馬牧師在這方面 這幾十年在這方面,很有他的專長 有他的經歷 在這方面,不找他講,都很浪費 找他來不講這些,我也覺得很浪費 我仍然將我剛才的問題再問了馬三 其實剛才所說的東西,比我對他的期望 現在講料來說,更多於我所期望 他整個幾個層面 由青年、社會、本質、法治、環境 各方面都講到,這個層面是闊過我所希望的商界 我的問題同樣都會很適合 就是,如果你想看到2030年的情況 現在距離2030年,有多遠 有什麼問題,應該怎樣處理 大家怎樣做 甚至進一步,問一問 背顧過去二、三十年,或者四年 昨天我,那幾個人呢 就是昨天我,我,我,四年,一齊 七十年代一齊,到現在 這三、四十年之中 我們見證了香港的轉型和發展 也都參與了轉型和發展 作為年輕人,我們有不同的方法去參與 所以剛才馬三先生所說的 對青年人的期望和對青年人的看法 其實應該表現上來看 每一個這樣的準則要求、目標 都是一樣的 沒有人會反對鄭南梁、博 孝順父母、孝順師長等等 但是如果再問一問深一層的話 青年人,我們陪伴過去三、四十年 我們怎樣實際上做這件事呢 我們對於我們的師長 從中學到大學 我們抱什麼態度 對於社會我們抱什麼態度 對於家庭 對於很多很多的私有 我們抱什麼態度 和我們怎樣實踐我們的態度 但如果到了這一層 可能那個感激做法 就是剛剛相反了 我想問 用回我們三、四十年來 各種不同的方法 尤其是青年人所做的方法 對於對照我們過去三、四十年的做法 面對馬生所要求的 203年年的這個遠景 過去三、四十年 我們香港 我們香港各階層 是走這個方向 還是背離人的方向呢 每個階層 它本身的做法 是朝著203年年的那個所 希望看到這個遠景 無論那個速度是怎樣 方法是怎樣 總之大方向上 是朝著這個方向 還是背離這個方向呢 而大家之間不同階層 不同人的做法 雖然大家基本上互聯反對 略出了剛才這麼多 美好的未來的每一個組織 字面上那個感激標準 沒有人會反對 但具體實際上怎樣做呢 我們這個階層之間 馬生怎麼看呢 所謂的問題 或者總結一下就是 你所提出的 203年的這個遠景 距離現在 有多遠 現在你看到有什麼問題 使得正面一負面的影響到 這個遠景的實現呢 然後再看看過去30、30年 不同階層 不同的人 不同的做法 你怎麼評價呢 你怎麼評論呢 我自己看呢 剛才那裡的清單呢 就是 就好像oned你去 山立跑馬 希望每一隻都中,單年終於十場 那些什麼3T我不是很懂的 都中完才行的 這個當然是難的 我開出來是現景的 我開出來我想見到的2030 當然是難的,每一方面的東西都很難 其實我開出來那些 剛才說我想見到的東西 就是每一個都不容易 有些不是你有錢做得到 例如我們聯繫人的啟發 我們聯繫人的培養 我們社會的發展 那些不是錢可以做得到的 你有7000儲備都做不到 不可以將他們只是改變的 很多東西是整個氣氛 社會氣氛我覺得 現在的社會氣氛 就令到我們去達到這些願景是難的 為什麼呢? 我自己覺得 你不是香港獨有的問題 很多成熟型的社會現在面對同樣的問題 即是說面車人 他們不是好像我們以前 幾十年前 需要這麼辛苦去拼搏 我們以前 我不知道你們兩位 陳夏和你 我們以前 我一個人賺了1,600元 拿了一半回家養家 媽媽做工廠 你這樣的環境以下 你一定是 那個人一定會拼搏的 今天 就算這年只是 薪水低一點 他有家的支持 他有很多 所以整個社會的環境都變了 所以是離開 我們那個 剛才我所說的的環境 是 不是坦白的 也都不是錢做得到 最困難的 就是不是錢做得到 如果是錢可以解決的問題 就不是問題 對不對? 現在很多問題 是你有七千億儲備 七萬億儲備都解決不了 那怎樣去解決呢? 其實很多時候 在一個老外 即是怎樣可以 令到社會有很多事情改變 但是 每一個人都要做一分力的 我覺得 如果一個人都說 解決不了 那就變回同一 所以我都做一分力 去周圍 講 就是 教會也好 學校也好 我都去參與很多 就是希望 將一些這樣的精神也好 體化也好 觀念也好 就是 每一個人都可以做得到 那當然 有些是制度上 如果我們制度上 可以改善的問題 你剛才提到工業 過去幾十年 我們都是復合一個所謂 lacy fair的社會經濟 lacy fair的經濟 即是說 我們不會去干預 我們是靠市場的運作 去達至我們的目標 我們以前 由這個塑膠花年代 到做假髮 到做電子 到跟我們一個服務人的社會 其實政府沒有什麼參與 不過呢 我自己覺得 將來解下去 政府是要多些參與 如果政府不多些參與 又是好 給你們看 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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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台灣 都是很多政府參與 台灣的高科技 是做得不錯的 新加坡 有些工業 它是 在政府支持以下 是做得不錯的 我覺得 政府要多些參與 在發展工業 即是高科技工業 就可以令到 即是我們以前的模式 可能是不行的 我們以前 就是靠資本家 去做什麼就做什麼 政府可能是不理的 於是乎 未有時候會經濟 但是如果你 要想 將那個經濟 納入一個 比較 高增長的軌道 我覺得是要 政府要做什麼 不可以像以前說的 我覺得以前的模式 是未必有不同的 要改變一下這個模式 政府的模式 政府的參與 企業家 那是有一個企業家 我講的 為甚麼 我們都沒有去外國發展的 大部分企業家在香港 除了一兩個集團 是在外國發展的 大部分 都是香港做地產 很簡單 是很低 是吧 是吧 這麼好利潤的地方 你是沒有有因 去 出入外國發展的 你這裡這麼好的地方 真是 過去幾十年 你做地產 這真是發財的 是吧 那 變得正經濟的經濟 每個人都是做工 不是 那些年輕人最喜歡做什麼 地產經濟 做幾年 那時候 大學生 就去追到車 找來買樓 那時候 那些大學校長 以前我本科技 跟我說 喂 那些學生不讀 IT 技術 技術 我突然說 我過 就想著去做金融 那時候美國金融豐富 明白 我過想著去做金融 金融好運 做股票經紀也好 甚麼都好 沒有 社會就是這樣 那哥哥為利是圖 就沒有那個理想 這個怎麼教呢 你說 怎麼教他們 要有理想 理想吃不飽飯 那你又不可以爭得到他 那這些 很多很複雜的問題 唉 如果我解決得到 我就在這裏 你會在哪裏 不想 沒有那麼快 沒問題 有什麽 不吃 有消費 你會死到 有這個 可以渴望 可以渴望